失诊案例 改变生活状态 减轻压力 两三个月后 身上的湿疹基本消失了 但四肢上的湿疹 二十多年从未好转 2020年秋天 我开始每天用热水泡手脚 手脚上的湿疹竟然消退了 但是到了十月份 双膝下方又出现湿疹 且因照顾家人 精神压力大 迅速扩散到全身 过去每到冬季 我的病情都会加剧 全身24小时发痒 严重影响睡眠品质 要到隔年春天 症状才能缓解 我曾经学习过原始点 但调理自己的问题 却没有达到效果 决定在2021年4月6日 到原始点推广中心调理 并做深入学习 调理前的症状 一、全身湿疹 四肢特别严重 整天痒 起水泡流黄水 二、睡眠不佳 一晚只睡三至四小时 三、又肩膀痛十余年 灼凉后痛感更明显 四、腰痛十多年 五、鼻子痛二十多年 每逢冬季天冷 或者气候干燥 都会加重 晚上更严重 六、大便堂息 没有规律 调理细节 一、每天全身按推一次 二、干姜七十克 熬煮浓姜汤服用 症状反复时 调至七十五克 改善后 减至五十克 三、红豆袋 暖宝宝 温敷六小时 四、每天敷姜泥 用热风机吹干后 包上毛巾 再裹保鲜膜两小时 五、温热饮食为主 杜绝寒凉食物 六、每天爬楼梯 拉筋、跳操 做八段紧等 多项运动两小时 调理过程 2021年4月8日 调理第二天 凸起的皮肤变平了 但周边红疹还在长 4月17日 第十一天 湿疹改善六至七成 不痒了 手指上的完全好了 小块的基本不见了 大片的也好了很多 不再出水 皮肤变平 5月8日 第33天 总体改善九成 全身的湿疹都已好了 睡眠质量好 大便正常有规律 体力增强 神情愉悦 感恩张医师 感恩原始点 感恩每一位 志工的心情付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